咪咪今年已經22歲 換算起來差不多等於人類104歲 主人黎泰都希望咪咪不要再老 可以繼續保持健康 但都明白總有一天會分開 如果她要走 她也會安樂走完她的這一生 如果她是很精靈活潑的 當然我們不會放棄她 無懈生命平均只有十幾年 超過20歲已經非常少 咪咪應該可以說是個貓歲 她應該是96年5月16日出生的 今年已經22歲 我們都知道大約是人的 有百歲的 我們常常笑她是一隻百歲貓摩 很喜歡很健康很精神 我只可以形容一些老太出現了 人生在說你 我形容她為 眼又蒙耳又濃 新年的時候 是呀 你不懂得說我 我告訴你 手腳沒有以前那麼靈活 跳躍動作和幅度 就小了很多 牙齒掉了幾隻 特別是前面的牙齒 我們看到的 就變成吃東西會差一點 真的瘦了 一吃少了 大便會有失感的情況 究竟咪咪有甚麼養生之道 尼太少著認 屬於佛客養生法 沒有特別去做護理 只是還原最基本 年紀大了 乾糧方面有分 從7歲的年長貓糧 還有12歲的老貓糧 我都根據她的年紀 轉來配合 就她的口味 吃東西的東西 真的好像人一樣 你吃得 睡得 走得 走得 這是最基本的 咪咪年紀有差不多 加上近一兩年也瘦了 說黎太不擔心她 就騙你 大約十年前已經問過朋友 如果動物走了 我應該怎樣做呢 你養成了寵物 是一個生命 你要面對牠 我當牠是一個家人 要不然我都不會 當牠是女兒 那樣臭 如果牠要走 牠也會安樂樂走 牠的這一生 如果牠是很精靈活潑的 當然我們不會放棄牠 生死幼時 黎太表示是知道的 不過知華知 不會去倒數咪咪貓生 還有多久 會好每一天最重要 那份同動物的感情 是未養過 是不會知道的 如果牠要走 自己要 令自己平復下來 知道牠也安樂樂 走完牠的這一生